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商標型ABC中 角A等於60度 角B等於75度 AB線段長是等於8 球邊BC線段長 及外接緣半徑的長 那麼首先 AB線段這是小C 所以呢這小C是等於8 那麼BC線段這是小A 所以呢這時候我們想要使用 正旋定理來求這小A的值 那麼我們要先把角C算出來 角C這等於180度 去減掉角A 這是60度 再減掉角B 這是75度 所以呢我們算出角C是等於45度 這時候我們利用正旋定理 A去除以sinA 這會等於C去除以sinC 所以呢我們交叉相乘 得到A去乘以sinC 這是等於C去乘以sinA 所以呢我們帶進來 這個A去乘以sinC 這就是sin45度 那麼這是乘以根號2分之1 我們直接把它寫下來 好 那麼這等於小C 這是8 去乘以sinA 也就是sin60度 sin60度呢是2分之根號3 好 所以呢8去除以2 這是等於4 那麼我們把根號2乘過來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小A 也就是BC線段長 這是等於4 根號6 這一個答案 好 接著我們計算 這外接遠的半徑的長 好 那麼還是利用正旋定理 在這裡呢 我們使用C 去除以sinC 這等於2R 這一個關係式 好 那這時候 小C 48 那麼去除以sinC 也就是sin45度 那麼這是 根號2分之1 好 那麼這是等於2R 因此呢2R 這是等於8去除以根號2分之1 也就是8去乘以根號2 所以呢 這是8 根號2 所以兩邊同除以2 我們就算出 外接遠的半徑 這個大R呢 是等於4 4 根號2 這個答案